7月27号 辽宁省招考办公布了2021年 辽宁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普通类本科批 第一次征集志愿投档最低分 考生一般可在7月28号晚查询到录取结果 7月27号 由省教育厅主办的 辽宁省高校辅导员理论宣讲展示活动 在辽宁中医药大学举行 25名高校辅导员代表进行了理论宣讲展示 现场线下近7000人观看直播 近日小巷红色记忆展览在沈阳市铁锡区高楼社区举行 展出的80余件红色物品和革命展品 记录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光辉历程